Oculus Quest是真正做到了消费级的产品2C 而且它的价格会随着它不断的迭代会越来越低 然后这样我们才有足够数量的用户去参与到元宇宙 参与到VR的世界里面 从而产生更多的创作者 我觉得元宇宙和其他的生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创作的 而不是说一个公司的行为 我把这个世界给你建造好了之后你再进去玩 因为你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 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经济模式 你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现在就有一种比较有意思的职业 我觉得在未来 在不久的将来会比较流行 叫VR建筑师 就是你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创造空间的一些设计 然后去给大家进行数字世界的基建 所以说未来会有很多种类似于这样的在虚拟世界工作的这种机会 比如说我做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收货员 我做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道具的creator创作者 我像robots里面一样我去创造游戏里面的工具 而且我可以在不同的游戏里面把这个工具可以通用 而不是说像现在的游戏比如说王者荣耀 我的皮肤虽然是我的资产 但是我没有办法在league of legend 里面去用 但是未来的世界里面你的资产会随着你到处进行转移 即是Alan 提过wotloss这个游戏 可能年多小一点的小朋友已经有接触过 有点像minecraft 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亦都可以自己去创作里面的游戏内容 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比较热满的一个鱿鱼游戏 其实它也有一个wotloss的版本 这个亦都是被称为 已经很早提前会进入元宇宙的一间公司 只不过它现在在做的状态 就是我们一些叫做3D的公仔 但是未去到VR 但是只要它将这一样东西变成一个VR世界 那进入去的人都可以透过它基本的工具 去创作一些游戏的内容 它的功能去设计它自己的游戏 就是设计它自己的世界的话 就可以慢慢建立到所谓不同的元宇宙的情况 当然Alan也提过 这件事不能靠一间公司去做 它需要有很多的制作者和很多的参与者 大家越来越多人去用才会有一个整体的效果 这个也提到带出一些经济模式 除了Wallofs 之外 Microsoft 的 team 也都说它会投入元宇宙 也都有不同的公司 这个在软件开发或者在将来提到VR路的设备硬件的投入 其实是否已经很快速在股票或市场上发现了出来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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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在关注国内和国外的股票市场 尤其是元宇宙的概念 最近也长得很迅猛 那没有杂猛 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要理智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元宇宙它的发展真的是要等到5到10年之后才会渐渐的成熟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是元宇宙的基建的时期 也就是说元宇宙它的技术像一个大的木桶 然后你每一块木桶的板子如果比较短的话 会决定了它的成长的速度就比较慢 所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短板都补齐了之后 会产生很奇妙的一个化学的反应 因为不同的技术它是一个不同种类的技术的综合体 只有所有的技术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支撑元宇宙